还记得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晨好吗 那时候的她凭着一头大波浪和一件红色吊带裙 凹凸有致的玲珑曲线 征服了男男女女的心 可谓是风情万种 魅态十足 真是女人眼中的情敌 男人眼中的游物 当年晨好在荧幕前走路摇曳生姿 很是性感 她还摆动着那纤细的妖枝 几乎要把男人的心都勾走 从古至今 男人都很喜欢妖系的女人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为什么男人喜欢妖系的 一 妖系体现了女性的美 妖系 完美地体现了一个女人的美 因为在男人的心中 不管女人的脸蛋有多漂亮 如果身材是一种水桶腰 那么男人也会觉得 这个女人并不是很美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 不仅脸蛋漂亮 腰还很细 那么就可以完美诠释 一个女性的美 所以很多的男人 在找女人的时候 不仅仅只会看女人的脸蛋 还会看女人的身材 而妖系就是体现身材的力气 二 感觉女人比较妩媚动人 一个女人妖系 就会给别人一种 妩媚动人的感觉 因为妩媚二字 并不是只说 一个女人的脸蛋 而是女人整体的一个外形 如果没有妖系 来做衬托 自然就无法诠释 一个女人妩媚和动人 所以任何一个男人 看到一个女人妖系 都会觉得 女人有一种妩媚的感觉 就算是脸蛋一般般 也会让男人感觉到 与众不同 三 会让男人有一种心动 一个女人妖系 最大的一个功效 那就是让男人看到了以后 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也就是说 男人第一眼见到女人了以后 就会心潮澎湃 无法阻止自己心跳加速 而且会有一种 无法言喻的冲动 就是很想靠近女人 得到女人的心 所以一个女人妖系 可以让一个男人心动 四 让男人有一种 想保护的感觉 一个女人妖系 会给男人一种 弱不经风的感觉 这样的一种感觉 会让男人不自然之间 就会有一种 想保护她的想法 因为男人的心中 都非常的博大 看着弱小的女人时 就会想着保护对方 而女人妖系 就会在无形之中 给男人这样的一种体会 于是男人再见到了 妖系的女人时 就会从心底发出这种感觉 想着把女人捧在怀中 二 妖系女人面相 是有福气之人 妖系的女人 是很让人羡慕的 因为身材很好 那么穿衣服 也会非常的好看 只是妖系在相学中 其实也有着一些 运势的说法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看 妖系的女人到底是好是坏 又有着什么样的运势说法 灵妖是有福气之人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女人 绑大妖粗的话 那么这个女人 就是生来的劳碌命 这种人需要干很多的粗活 而一个妖天生 很细的女人 其实就是属于 天生的娇贵之命 这种体香的女人 通常都是属于 很有福气的类型的 所以各方面运势自然特别好 02身体差 虽然妖天生很细的女人 具有很强的福气 但是这种人的身体 却会比较差 当然这种差最主要还是 来自于这种女人的娇弱 在现实中 因为这种体香的女人 很娇弱 身体上气场 自然也就不强了 所以这种女人 会比较容易 被不好的气息侵袭 03事业很好 妖天生很细的女人 在事业这方面 其实发展的也是特别好的 因为这种体香的人 本身就是属于 事业运很好的的类型 并且能力也足够好 所以妖天生很细的女人 一般都有很好的事业运 04桃花运很好 桃花运在妖天生很细的女人身上 自然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因为这种体香的女人 本身就符合人们的审美 能够让人一眼看上去 就不排斥 并且这种女人 还具有非常好的个人气质 以及福气 所以自然也会有 很好的桃花运 以及好的姻缘 05一生富贵 妖天生很细的女人 确实是一生富贵的 这种人除了身体容易出毛病之外 在财运 事业运 桃花运和人缘这几个方面 都是体现的很好的 并且这种人并非是受气之人 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得到他人的喜爱 是具有富贵命的人 其实不仅仅是妖 我们身上的很多特征 都暗藏着我们某些方面的运势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三 需求与欲望 中年女性给你按送秋波的话 会给你这四个信号 大家都说女人的心事 如同天气状况 让人琢磨不透 因此 想要明明白白地了解女性 真的需要花点心思 特别是中年女性 难以摸透 中年女性并不像刚走出校门 没多久的纯情女生 她们经历过了生命里的 诸多快乐或是痛楚 懂得了爱恨纠葛 聚散中有时才算是人生常态 因此不会再盼望刻骨铭心 轰轰烈烈的爱情 只想要追求江河广阔 人间烟火相伴 中年女性爱上了一个人 也不会像男性那样直接表白 敢于追求 反而是在心中慢慢地斟酌 想念你的情感 尽量使用婉转的方法 传递信息 让你知道她的爱意 一个女人的矜持和柔软 在中年女性身上 更显得很有韵味 风韵万甘 令人回味无穷 久久陶醉其中 如果中年女性 想把自己交给你了 通常会发出这四个信号 你可一定要注意了 林妖常常邀约 你去她家里 稍有一点两性经验的人 都会知道 女人如果对你没有好感 是不可能会经常 邀约你去她家的 特别是中年女性 因为经历过的关系 对男人有了更多的戒备 和警惕 不会轻易让男人 到她家里去 中年女性若是经常邀约你 去她家里 实际上就是在暗示你 她喜欢你 因此想要接近你 或许她会有意找个理由 例如遇到了某些麻烦事之类的 请你过去帮助 暂且无论她是不是真的碰到困难 仅凭常常找你帮助本身 便是对你产生兴致 对你有好感 有意思的表现 02.常常与你去约会 大家都说 女人与小女生的较大 区别在于 育人育事会思考 还真的是这样 经历过爱情的中年女性 会越来越严格地选择爱人 她们在感情面前 没了清纯少女的冲动和疯狂 剩下的唯有谨慎从事的核对和鉴别 对陌生男子 或是不是很了解的男人 中年女性会产生一种防范意识 因为她们也会害怕自己受到伤害 因此只会在认定你 可以给予她应该有的归属感 坚信自身对你有充足的信赖以后 才会约你出去或答应你的约会 而安全感和信任感 才是爱情与婚姻的大前提条件 一个中年女性约你出去或是答应邀请 便是想以约会方法拉近你们的距离 她想让你们以独处的环节 提高彼此之间的了解 享受美好的时间 这些都已经足以证明 她对你的喜欢和依赖 她其实已经把情意表现得非常明显 只要是你稍稍用点心去感受就能知道 03老师刻意地与你有身体上的触碰 一个中年女性假如对你有意思 感兴趣 那么她对你从来不会抵触 冷淡 反而是好似鱼儿进水一般的开心与放松 而你们之间也常常愈发侧重于暧昧关系 例如 在与你相处时 她几乎不会拒绝 也并不会躲避和你的身体接触 甚至她还有可能有一丝丝的期盼 如果这个中年女性老是刻意地与你有身体上的触碰 那就说明她是愿意跟你亲近 是期盼和你有进一步的发展的 这个时候假如你主动点 那样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不一样了 例如独处的时候 当她身体向你偏邪来 你需要积极主动跟她相拥 又如 在散步的时候 她与你并肩走到一起 你需要积极主动拉着她的小手 有了这些主动进攻和小细节温暖 你们之间的感情会很快提温 零四数次说明自己是单身情况 年龄大小和情感状态 通常是男性考虑和关注女性比较多的两个因素 如果一个中年女性数次向你说明自己的单身情况 其实就是在换一种方式告诉你 她的内心就已经有你了 希望你能够做她的恋人 与此同时 她也希望你在知道她单身的消息后 可以给予相应的情感答复 你要知道女人不是对谁都能表达自己的感情状况的 遇到一些厌恶的男人时 女性甚至还会隐藏自己 声称自己已经有了恋人 所以中年女性向你公开单身情况 仅仅是为了暗示你 她看上你了 以上是中年女性想把自己交给你的四个信号 如果你可以接收到三个以上 那就说明你们的幸福唾手可得 不过如果只有一个信号 你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赶紧付诸行动吧 女人都是感性的 每个女人都喜欢浪漫 只要你足够用心能满足她想要的 那么她就会不离不弃地跟着你 在两性交往中 女人对自己的需求都是很含蓄的 不敢直接地表达出来 女人身上有几个敏感部位 若你能把握机会 抚摸这几个部位 她会更爱你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女性喜欢异性 频繁抚摸的四个部位 零腰 头发 女人不会乖巧地 让不熟悉 不喜欢的男人摸她的头 如果她喜欢你 她会喜欢你顺着她的头发 从上往下地抚摸她的头部 这个动作往往代表着宠溺 也会让女人露出小鸟依人的一面 这个动作可以让男女的感情迅速升温 关系进一步发展 02 脸蛋 摸脸是恋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亲密行为 你们的关系到达一定的程度 女生才会同意让你触碰她的脸蛋 摸脸会让女性体会到你对她的爱恋 让她觉得自己就是你的宝贝 她会很享受你摸她脸的感觉的 03 腰 腰部绝对是一般人无法触碰到的一个部位 女人的腰是很敏感的 所以 当你无意中碰到女人的腰部时 她没有表现出躲避和反感的样子 那么说明她是喜欢你的 并且很乐意你触碰她的腰部 04 锁骨 锁骨是女人很性感的一个部位 女人锁骨精致美丽 很多男性都喜欢亲吻女性的这个部位 而女性最喜欢你亲吻这部分 她会动情很快 二 异性交往 女人的七寸在这里 在异性的交往过程中 当你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是把她宠得无法无天 宠到所有男人都受不了她 这时候 她就非你莫属了 也就是说 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她的痛点 再把她的痛点放大 这样 她才会知道你的特殊 才会对你有最特别的感觉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她的深层意思 其实就是在感情里 男人太老实 总是自以为不合理 不应该 不合适 却不知道 一行之间在打破僵局 打破关系 真的按道理来做 最是非周折的 说不定 还没等到她对你心动 她的身边早就有其他的男人 在这段感情里弯道超车了 也就是说 在异性交往的过程中 男人一定要掐准女人的七寸 而她的七寸往往在这三个地方 男人只要掐准了 她一定会乖乖地爱你入骨 零妖 没有一个女人是不爱浪漫的 每个女人的心里 其实都有一个公主梦 都希望有属于自己的王子 你要做的 就是让她深信 在你的世界里 她就是独一无二的公主 很多男人在追求自己喜欢的女生时 总是觉得她很高冷 不敢去制造精细 甚至觉得自己用真心爱她 才是给她最诚挚的感情 那些精细和浪漫 都是昙花一现 绝不可能长久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 恭喜你 很快就要失恋了 就算女人觉得浪漫没什么 甚至在看到别的女人收到花 巧克力 或者被当众告白时 觉得她们很矫情 但真相往往是 如果对象是她 她就算很尴尬 也一定会很心动的 这种心动 就是女人的七寸 你只要掐准了 最容易成为她心里最温暖 最与众不同的存在 02 女人发脾气的时候 也跟她讲道理 在异性的交往中 当你还没有得到她的时候 跟她讲道理 其实就是在告诉她一个结论 你不够爱她 爱是克制 但喜欢就是放肆 既然还没有当爱的层面 如果你喜欢她 那么在她发脾气的时候 你最应该做的 绝对不是跟她讲道理 她不傻 道理她自己都懂 她此时需要的 只是一个无论她对或错 都跟她同一个立场的男人 所以你应该陪她一起骂 为她说话 为她撑腰 就算你想保留意见不说话 也至少不要去否定她 感情是不讲道理的 你跟女人讲的道理越多 她只会觉得你管得越宽 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一点自由都没有 一点开心都感觉不到 而这种状态 其实就是高危状态了 女人的脾气 就是女人的七寸 男人一定要学会去掐准 在什么时候该纵容 又在什么时候该引导 03 要让她依赖你 对你产生习惯 老实的男人 总是在默默地付出 而高情商的男人 在付出的同时 也会让女人知道他的付出 对于女人来说 一见钟情是很少见的 更多的是在陪伴之下产生的习惯 在感情里 习惯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当你让一个女人依赖你 对你产生习惯之后 无论是睡觉之前都有你的晚安 还是中午下班后 都有你吃了没的问候 你就很容易在她的心里 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味的蒙头付出 往往会是被公办 对于爱情来说 如果女人接收不到你的爱 那你的所有付出 都是徒劳无功 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在爱她的同时 更关键的是要让她知道你的付出 习惯你的存在 依赖感和习惯 就是女人的七寸 男人一定要掐准了 当她对你产生了依赖的习惯 也就是她乖乖地爱你入骨之时 三 拿下一个中年女人 主动给三个东西 就足够了 中年女人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段 经历了很多 也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 她们对于感情的诉求 也不同于年轻的女性 只顾着追求感情上的喜乐 不必考虑过多的因素 很多时候也不会想到太久后的事情 中年女人考虑一段感情中就要考虑婚姻 她们没有经历再去经历有始无终的感情 她们需要依靠 需要在感情里面找到归宿 所以要考虑更多的现实因素 所以当你想要搞定一个中年女人 也就不能够用一些幼稚的手段了 如果你在和中年女人相处的过程中 还对自己的优势夸夸其谈 甚至试图用一些油腻的土味情话来打动她 那么这样的行为在她看来是极不可靠的 是非常不稳重的 要想搞定一个中年女人 其实很简单 给她以下三样东西就足够了 零妖 继续 中年女人很多时候会选择忽视主观的情绪 为了长远的利益 所以很多时候主观情绪不是她们的第一选择 当然也因为她经历过很多的感情 所以不会轻易地被一些花里胡哨的仪式打动 电视剧《三十而已》里面的王曼妮 就是典型的中年女人 她是特立独行的叛逆者 有颜值又有脑子 在遭遇完美先生梁正贤后 她就明白了 很多时候女人要靠的不能是感情 在她眼里 梁正贤十足地稳重 又懂得浪漫 生活质量也非常的高 所以王曼妮就想要靠人格魅力的吸引 来开启自己的婚姻 可是现实总是打脸 等到她想要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的时候才知道 梁正贤的完美先生就是立的人设 更可恨的是她居然有未婚妻 王曼妮就是因为选择相信虚无缥缈的爱情 而被现实伤害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这样的感情是非常不可靠的 也怪她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感情 但是在生活中的中年女人 到了这个年纪 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两段感情 经历过甜蜜 也经历过伤害 你想要搞定她 靠电视剧这种花里胡哨的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 她需要的是你的态度 更需要你实际的行动 比起说情话 更能够证明你诚意的是你能够交付所有 所以想要搞定她 你只需要给她你的积蓄 毕竟你如果想要和对方在一起 那么之后你们的经济也是不分彼此的 但是你提前交出积蓄 就会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 她不一定会收下你的积蓄 可她会收下这份感动 你的这个举动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是非常加分的 这样的方式虽然看着庸俗 可是十分的纯粹 毕竟中年女人选择的感情 必将进入婚姻 也需要经得起物质的考验 不然没有了物质 拿什么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2. 陪伴 很多中年女人经历的失败感情 都是因为缺少沟通 而缺少沟通的前提就是缺少陪伴 没有了陪伴 两个人即使在相爱 这样的情愫也会慢慢消失 默契也会消失 彼此之间就会变得越来越陌生 所以 对于有过感情经历的中年女人来说 你的情话永远是毫无用处的 她们知道太美帝情话 就是个虚伪的谎言而已 当你想要搞定一个中年女人 与其说情话 不如给她陪伴 她真正想要的也是陪伴 人到中年就会有一种孤独感 虽然在事业上稳定了下来 但是这个阶段很容易让人迷茫 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的价值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候陪伴她 就是莫大的鼓舞 她这个孤独的灵魂遇见你的陪伴 就会慢慢安定下来 就像是找到归宿 不再漂泊 不再随遇而安 而是热烈的 充满希望的向阳儿生 03 感情的保障 中年女人明白一纸婚 说不是感情的保障 浪漫的表白更不是 感情真正的保障 就是你的尊重和包容 与其说上很多情话 不如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她 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 让她时刻感受自己是被爱的 这样的安全感就是感情的保障 如果你能够主动给她名分 为她拒绝所有的暧昧 用非常成熟的方式来守护她 她对你的感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真正想要搞定一个 经历过风霜的中年女人 就要拿出诚意 也要真诚地拿出自己的态度 真诚永远打动人 这是一个万年不变的定律 想要搞定中年女人 就要对症下药 这个年龄的女人没有年轻时的冲动 想法也更多 没有稳定的保障 她们不会轻易走进一段爱情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